今天,苏尔莫娜喜庆洋洋,因为教宗本都十六世到访,也是他第十九次在意大利的访问,更是第三次到阿奎拉地区,庆祝圣塞兰斯廷武士诞生八百年,节目高峰是格里巴蒂广场上的尼萨,由于去年四月六日地震后,这个地区残垣败瓦,失业高涨,前路茫茫,人心惶惶。 教宗特别慰问,并向他们提到,圣塞兰斯廷武士是寻找天主的人,同样适合于今天。 教宗解释,圣人在隐居的宁静生活中能够辨认天主的声音,他说,我们生活在社会上,每个空间,每个时刻,似乎都被活动,工作与其他的声音所填满,往往没有时间去聆听,或甚至对谈。 为此,教宗邀请大家,不用害怕内心的与外在的宁静,务必这样生活,不仅可以洞察天主的声音,更能接了那些在我们身旁其他人的声音。 圣塞兰斯廷武士更透彻底体会收造物优美的经验,深深明白到,我们生存的所有因素都不是拦子自我,而是天主,总是一先赐予我们,并在每个个别的生命上赋予真与善。 于是,我们可以很快认出他的恩宠,如同他至善的光照,今天是圣塞兰斯廷武士诞辰八百年的纪念。 他流放百事,为当代,并在他的教宗职务上贡献良多,尤其是他的圣德,鼓励我们总是要敞开内心的眼目,即使我们的心灵。 圣德,绝不会失去它的吸引力,也不会被遗忘,更不会过时落后。 相反,随着时间的推移,圣德的光芒总是明亮,显示人永远朝向天主。